据参考消息10月26日报道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0月24日刊发一篇观察报道 题为美国社会仇外情绪加剧 东西两岸的华裔社区采取自保措施 文章写道 社区活动人士说 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华裔社区巡逻队 正准备应对11月3日 美国大选前激增的反亚裔骚扰和可能出现的暴力活动 以及大选后可能出现的动荡局势 尽管华裔在美国历史上一直面临种族主义问题 但研究人员和活动人士认为 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煽动性言论 恐华症愈演愈烈 尤其是在特朗普及其政府官员屡屡将新冠肺炎疫情与中国扯上关系之后 在接受采访时 停止仇恨亚裔美国人与太平洋岛居民报告中心负责人说 在不断增加的仇外事件中 有许多可能与特朗普政府的煽动性言论直接相关 这位负责人说 县政府坚持使用中国病毒的表述 大大加剧了紧张局势 他说 这是疫情种族化 然后仇恨言论导致仇恨暴力 他说 据保守估计 仅加州每天就有多达一千起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事件发生 纽约唐人街的社区活动人士说 在这些事件中 在曼哈顿唐人街与附近皇后区唐人街之间乘坐地铁的乘客 多次遭到种族主义诽谤和侮辱 这位社区活动人士回忆说 这种骚扰很快就在唐人街的居民中产生了恐惧气氛 他说 人们甚至不敢离开家去外面购物和买菜 我不得不采取行动 所以我开始巡逻 随着疫情持续 起初由一两名社区活动人士组成的巡逻队 已演变成由四十多名志愿者参与的唐人街社区巡逻 他们统一身着橙色制服 在北美最古老的唐人街 旧金山唐人街 居民也团结起来 在艰难时期努力保护自己的社区 东西海岸的活动人士说 他们不得不采取行动的原因之一是 许多当地居民 尤其是新来的中国移民 不愿向他们不信任的警察 举报犯罪或骚扰 一位亚裔老兵说 在唐人街 没有人拨打报警电话 人们担心沟通不畅 还有许多信任问题 同样 在纽约 社区活动人士说 曼哈顿唐人街的许多居民 根本不愿与警察打交道 更不用说报案了 展望未来 与疫情时期相比 开展有组织的巡逻行动 在美国华裔社区的必要性 将可能更大 停止仇恨 亚裔美国人 与太平洋岛居民报告中心认为 未来几天 对亚裔美国人来说尤其危险 因为候选人都会利用 反华言论来争取选票 无论谁赢得大选 针对美国华裔的 海外情绪和骚扰 都不太可能在 选举后的几个月内消失